注意看 这个大爷带着女儿正在挖土 大爷一边挖土 一边跟他的漂亮女儿聊天 嘀咕着要是能挖到金戈的就好了 下一秒 果真挖到了宝贝 大爷上手袍出来一看 居然是导演祖埋的好宝贝 一个古代编钟 紧接着 正在上大学的女儿给大爷科普起来 这个 可能是编钟 古时候的一种乐器 编钟 你说它是文物 对 是文物 那一定很值钱吧 那当然了 不是一般的值钱 听到大爷这银铃般的笑声就知道 他有想法了 而且想法不是一般的大 虽然大爷的女儿一再强调 这是文物属于国家财产 不能据为己有 就在二人争论的同时 来人了 一个出门挖土的村民过来了 远远的就看到了大爷怀里抱着的边钟 不淡定了 推开阻拦自己的大爷 举起锄头就挖了起来 就这样 一传十 十传百 村民们都来挖宝了 而最早挖到宝贝的杨乖娃杨大爷 看到这个状况 也是紧张了起来 急忙把边钟埋在了装满泥土的马车里 嘱咐女儿杨秀赶紧去报告镇上 自己则是拉着马车去报告村长 顺带着把边钟也带来了现场 接下来就是我们熟知的流程 村长出来劝阻村民 镇上派人封锁现场维持秩序 市里文物局派人过来侦查 到底是市里来的人 这一侦查果真发现了端倪 在边钟不远处的崖壁上 出现了一个倒洞 洞口还残留着火药味 显然这是最近几天炸出来的 看到如此干净整洁的洞口 市文物局局长的女儿提出了疑问 那土能堆放在哪呢 他们把一块大的帆布扑在上面 在帆布中间挖个洞 刚好罩在洞口上 把挖出来木土堆积在帆布上 完事以后 他们几个人拎起四脚 把木土往里一折 地面上一点痕迹都没有 随后秦队长接过老娇拿来的绳子 捆在身上 准备下到牧室里面侦查情况 一旁的格格健壮 呆不住了 连忙从老娇手里抢过绳子 跟着秦队长一起下到了牧室 来到牧室 众人推开牧门 拿着手电筒四处搜寻着 突然同行的考古学家 发现旁边的土层居然是属土层 相信你们和我一样 不知道属土层是啥吧 就在这时 秦队长也发出了疑问 怎么回事 看来 牧主为了防盗 没有把陪葬品 跟死者买在一起 而是远远地另辟了一个偏洞 安放陪葬品 简单来说就是 属土层后面大概率有牧室 这就解释得通了 原来杨家村村民挖道的边中 都是侧牧室里的 盗墓贼只踏了主牧室 基本上是啥也没捞着 只能拿牧主人尸骨出击 看着盗墓贼丢弃一地的尸骨 秦队长感到不对劲 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打开牧主人棺果 里面居然躺着一具现代男士 尸体的来源 还要从前几天的晚上说起 只见月黑风高之夜 轰隆的一声 吵醒了正在睡觉的杨乖娃杨大爷 接着女儿杨秀也过来询问二老 是否听到了声响 紧接着 四个人出现在黑夜的空地里 原来是盗墓贼正在忙活 刚才的声响就是他们搞出来的 负责炸开盗洞的技术人员马哥 拿着酬劳离开了现场 接着秦队长发现的尸体也出现了 原来他是探墓的 此刻正在向其余两个盗墓贼索要酬劳 不出意外的话 他要占用牧主人的温室了 果不其然 三人下到墓室里一番搜寻 什么陪葬品也没有 墓室里空空如也 紧接着 探墓的罩身子 被其余两个盗墓贼胁迫 睡在了牧主人的棺果里 可怜的墓主人只能带着尸骨散落一地 注意看 这两个跪在地上的男人 马上就要给大家表演吃土了 是正儿八经的吃泥土 满满的两大碗 不知道大家看完还饿不饿 反正隔着屏幕的我 已经饱了 画面一转 这个老实人正在写碗帘 听同事说起杨家村出土编中的事 他不淡定了 尤其是听到墓里出现了现代男尸 他预感到了什么 急忙找借口离开 画面一转 来到秦队长这边 找身子的媳妇正在警局接受询问 他一口咬定自己丈夫是修电视机的 直到老焦拿出在他家搜出的探墓工具 他坦白了承认自己男人做了违法的事 并告诉秦队长 前天晚上 他丈夫出门去卖探道的墓址 结果一直没回来 随后又是我们熟悉的流程 当事人询问不出线索 只能先放回去 接着由秦队长带头 分析赵身子死因 分析盗墓团伙利益纠葛 以及布置后续破案有关事宜 而刚刚借口离开的老实人宋若虚 此刻正在一个办公室里训话 定眼一看 这不是那两个盗墓贼吗 原来表面老实巴交的宋若虚 就是秦队掌口中的盗墓高手阴阳手 这才有了开头吃土那一幕 原来是宋若虚得知鹿炉和穿山甲 二人在墓室里弄死了赵身子 坏了墓室里不能见血的规矩 所以才让二人吃泥土长记性 就这样 陆陆两人在家里吃着土 宋若虚则是带着天柜去博物馆 看边中的展览 没想到在这里碰到了熟人 两位盗墓行业的同门师兄弟 随后三人在饭馆 进行了友好亲切的交流 原来赵身子探到的墓 在三人地盘交汇之处 早先三人有过约定 只能在自家地盘挖墓 交汇处发现的墓 应由三人共同挖掘 由此可见 的确是老宋拓坏了规矩 但他没有承认是自己干的 于是三人的梁子就此结下来 从饭馆告别师兄弟 老宋在回去的路上问天柜 对杨家村出土的这批编钟 有什么想法 天柜惋惜地回了一句 他们已经变成了馆藏文物 随后老宋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认为第八第九支编钟之间 大小幅度过大 两支编钟中间 极有可能还存在着一支编钟 也就是说 还有一支编钟在 杨家村村民手里 没有上交 随后便安排川山甲跟陆炉 去杨家村打听消息 此时的杨家村正在举行表彰大会 市里对杨乖娃杨大爷发现文物 马上上报的行为进行表彰 并奖励了杨大爷三千元 没想到一贯把钱看得很重的杨大爷 上台领完奖状何钱 居然对村长说这钱他不能要 这个小插曲也被川山甲跟陆炉看到了 琢磨着十有八九 剩下的那支编钟 应该就在这个人手里 接着川山甲就来到杨大爷家附近喊口号 没一会就被杨大妈叫进了屋里 那年头几乎家家户户都有废品 小时候我可是靠卖废品买了不少糖吃 只见川山甲一顿客套 接着找杨大爷聊起了家常 聊起村里挖出来的编钟 就这样川山甲间接的把编钟价格 说给杨大爷听 并直言有一个人没有上交编钟 杨大爷越听越不对劲 就把川山甲赶了出去 出门的时候 川山甲做了最后努力 把联系他的方式告诉了杨大爷 于是乎 一场暗地里的文物交易即将上演 此时秦队长正在跟北原大学历史系教授费青交流 费教授对这批编钟进行了鉴定分析 理论上来讲编钟一般是三只一组作为陪葬品陪葬 最多只出土过三组的 而杨家村这批编钟足有十五只 那么墓主极有可能是一位宫廷乐师 带着整套编钟进行陪葬 秦队长不明所以 费教授随即说出了心中疑虑 凡是出土的成套编钟里 都有一只去注上明文 说明该套编钟的成音 可是 咱们出土的这十五只编钟上 如果说是作为成套的乐器 作为陪葬的话 却没有一只是有明文的 费教授这番话的意思是 应该还有一只编钟没有上交 并且请了北京的古音乐家过来分析 古音乐家通过编钟发出的音色音调 判断出这套编钟应该是少了一只 于是乎 我们的秦队长又忙活了起来 一边开车前往杨家村 一边梳理 编钟从出现到上角的来龙去脉 车内的老娇和苗霞也对杨家村村民进行分析 最后得出结论 锁定了杨乖娃杨大爷 随后秦队长三人来到杨家村 让村长把杨乖娃叫了过来 对杨大爷进行询问 表明事理已经知道了剩下那只编钟的存在 而且把嫌疑锁定在你的身上 希望你能够尽快上交 杨大爷不乐意了 先是对秦队长的问答一一做了回应 接着表明自己 已经接受了市里的表彰 手里确实没有你要的编重 见杨大爷这边问不出有用线索 秦队长突然想到 当天杨大爷的女儿也在现场 随即询问杨秀在哪 得知杨秀现在在市里上学 就带着苗霞去学校找杨秀问情况去了 老师带着秦队长在学校找了一圈 也没找到杨秀 而此时的杨秀正在酒吧坐着兼职 酒吧里杨秀缓缓地向秦队长走来 他是带着疑惑的 毕竟他坐的兼职在那个年代过于前卫 所以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原来二人在杨秀同学那里得知 杨秀在酒吧坐兼职 接下来又是我们熟悉的问答环姐 询问杨秀缓中出土那天 他父亲挖出的那只缓中上有没有明文 那只缓中最后被谁拿走了 你父亲有没有可能知道缓中的下落 秦队长希望通过杨秀的回答 验证自己的分析 从而得到最后一只缓中的线索 简单询问过后 秦队长二人离开了酒吧 心里预感不妙的杨秀也坐着家乡巴士回到了家里 看着杨大爷大白天的躺在炕上 杨秀意识到了不对劲 对着杨大爷就是一顿小之仪礼 动之以情 随后杨大妈也进屋劝告 直到杨大爷一再表示 自己没有拿编中 这才结束这场家庭争论 秦队长离开酒吧以后 来到编中展览室 一边看着编中 一边琢磨杨秀对当天情况的回答 突然意识到了杨秀说过 杨大爷当天离开现场的时候 拉着牛车 那么编中会不会在牛车上 随即打电话找杨秀确认 得到的答案是牛车上拉着泥土 线索在这一刻清晰了 杨大爷拉着牛车 牛车上装着泥土 泥土里埋着编中 于是一场激烈的追逐即将展开 正在回学校路上的杨秀 挂断电话以后 也意识到 极大可能是自己父亲拿了编中 于是叫停了家乡巴士 下车往家里赶去 再来看看我们的杨大爷 此时已经按照川山甲流的线索 来到镇上 准备出售编中 经过废品站老板的提示 杨大爷再次启程 前往市里进行交易 一番苦等无果 最终在良心的煎熬之下 准备向警察坦白 谁料在这个时候 川山甲和露露出现了 于是后 丽毅再次冲昏了杨大爷的头脑 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眼前这个刚给老婆孩子 做完饭的男人叫老宋 只见他一边吃饭 一边跟老婆孩子 炫耀自己今天的额外收入 帮别人写碗帘 挣了四十块 到菜市场买菜 一块二的韭菜 砍价到七毛 买了三斤 剩下一块五 谁能想到 这样一个精打细算的人 居然是道上赫赫有名的道母高手 那边刚跟老婆孩子吃完饭 眨眼间就来到地下室 欣赏从杨乖娃杨大爷手里 拿来的边钟 并嘱咐天贵拿一万块现金 给杨大爷 于是这只带有名闻的边钟 就到了老宋的手里 要是让杨大爷知晓 这只边钟将以三四百万的价格出售 不知道大爷的血压会不会飙升 而秦队长等人 还在交际地寻找杨大爷 从杨家村到镇上 从镇上到市里 此时的杨秀也在镇上寻找父亲 希望父亲能够悬崖勒马 跟警察交代清楚 令他们没想到的是 文物交易已经完成 此刻杨大爷正在市里的洗浴中心洗脚 等大爷洗完脚 怀里揣着汇款单回到家 秦队长杨秀等人 已经等候多时 接下来又到了熟悉的问答环节 秦队长率先发问 询问杨大爷今天去市里做了什么 接着是老娇和苗下 他们把事发当天杨大爷的行为 扑析开来 带着疑点提出疑问 不料都被狡猾的杨大爷蒙混过去 最后秦队长留下劝告 给大爷两天时间好好考虑 秦队长等人走后 杨秀直接询问自己父亲 是不是上市里卖边中去了 并再次告诫父亲 现在坦白还来得及 真是知父莫若女 杨大爷的心思外人难知 自己女儿却是一清二楚 这衣服多钱 两千 不过你要药可以给你打八折 一千六你拿走 才两千啊 我还以为是多少呢 这是两千 我不要你打折 拿上 点呀 快点 够了吧 够了够了够了 不够我再给你两千 不够我怕你吓死你 得到边中的老纵 迫不及待的 要找好兄弟秦安平喝酒 真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秦安平秦队长 此时还不知道 自己苦苦寻找的边中 就在自己对面的老纵手里 画面来到杨秀这边 只见杨秀来到 做监制的酒吧 刚进门 就被酒吧负责人 撵了出去 嫌弃杨秀衣着不行 让他换身衣服再来 随后杨秀便来到商场买衣服 无奈碰到一个被金钱蒙蔽双眼的女老板 原来杨秀看中了一件衣服 便穿在身上试了试 哪知道老板在衣服旁边 留了一张字条 名贵物品 非买物碰 随后女老板对着杨秀 就是一顿嘴皮书主 这一幕刚好被来商场 给女儿买生日礼物的老宋看到 作为隐形富豪的老宋 他带着红色的钞票出手了 于是就有了视频开头那一幕 令老宋想不到的是 他这路见不凭拔刀相助的举动 竟然俘获了杨秀的芳心 离开商场以后 老宋来到饭馆给女儿庆盛 并让天贵把自己买的学习机 以天贵的名义送给女儿送歌 在熟悉的人面前 老宋始终扮演着 那个憨厚老实的角色 就在饭局快要结束的时候 老宋接到了秦安平的电话 儿子秦小和也为打牌 一直联系不上人 又接到几个要债的电话 生怕儿子出事的秦安平 只能求助好兄弟老宋 就在众人准备离开饭馆的时候 不速之客来了 服务员走进包间 询问哪一位是宋老板 外面有人找 眼看老宋就要暴露 天贵急忙打圆场圆了过去 随后老宋让老婆孩子先走 自己独自留在包间等待 我正给我女儿过生日 和家人在一起的时候 我很不喜欢被人打扰 你吃毒食的时候 恐怕也不喜欢被别人打扰吧 你这话我就不明白了 好 玩得好 到底是阴阳手不服不行 注意看 这个刚才还很牛的人 跟老宋一番较量过后 败下阵来 夺门而出 出门又碰到另一个盗墓团伙的老大 两人耍了会嘴皮 决定联手对付老宋 来到秦队长不争气的儿子这边 此时他正被几人暴揍 恰好被寻找他的周群英看到 随即赶走施暴的壮汉 把小和带回家上要去了 第二天 秦送两家人来到秦王墓 看望守墓的秦老爷子 原来秦里两家世代 为官家看守陵墓 直到李家出了一个逆子 联合外人盗取秦王墓的宝贝 最终导致李家人丁锡少 只剩下老宋这个外甥 而李家的逆子 就是老宋的亲舅舅李光轩 也是三大盗墓团伙的师父 九族饭饱过后 秦队长跟秦老爷子来到野外散步 说起了边中墓的事 老爷子建议秦队长 去拜访老舅李光轩 说不定会有意外的收获 随即秦队长提着礼品 来到老舅李光轩的住所 一番寒暄闲聊 拿着得到的假线索 抓人去了 开个价 四百万 你这不是开玩笑吗 我没有开玩笑 咱就说踏遍上这些字 这上面的字 原来一个字值三万块钱 现在行情看账 翻了倍了 一个字值六万块 注意看 这两个正在谈生意的男人 一个是北原市有名的文物贩子 郑东海 另一个则是玄武公司二把手 薛天桂 此刻二人正在对杨大爷 挖出的边中估价 天桂开出不二价四百万 郑东海认为价格太过虚高 最终没有谈拢 二人决定另约时间再谈 随后各自离开包房 当郑东海回到自家小区楼下 秦队长等人出现了 经过盘查 并没有在郑东海身上发现蛛丝马迹 原来秦队长之前 想从老旧李光轩那里 得到文物贩子的线索 从而打探到边中的下落 狡猾的李光轩 把一个街头卖假文物的贩子 推了出去 秦队长把假文物贩子抓回去审问 无意间从贩子口中得知 郑东海才是北原市最大的文物贩子 所有文物无论经手几回 最终都会流到郑东海的手里 这才有了盘查郑东海这一幕 当老宋得知郑东海被秦队长盯上 害怕警方顺藤摸瓜 暴露自己的玄武公司 直接交代天贵 取消边中交易 而我们的杨乖娃杨大爷 此时正躺在炕上 时不时拿出那张银行汇款单 瞧一瞧 就在下炕帮杨大妈干活的时候 老娇和苗霞出现了 掏出银手镯 带走了杨大爷 留下杨大妈独自哭喊 老娇把车开到半路 停了下来 询问杨大爷把边中卖给了谁 见杨大爷还是不老实 老娇把杨大爷拽下车 准备上手段逼迫杨大爷开口 最终还是被苗霞拦下来 解开了银手镯 把杨大爷放回去了 注意看 穿山甲和露露正在耍嘴皮子 杨大爷从二人后面跟了上来 打算要回脉处的边中 穿山甲跟露露察觉到了不对劲 让杨大爷先回去等消息 转头就找到二哥薛天贵商量对策 天贵冷漠地说了一句 按规矩办 不出意外的话 要出意外了 只见杨大爷从睡梦中惊醒 梦到自己被倒塌的黄土埋了 缓过神来正准备躺下 突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催命的无常 来了 杨大爷将大门打开 来人正是索命的穿山甲 对着杨大爷就是一顿忽悠 说是把边中埋到之前出土边中不远处的一个墓里 回头村民挖土挖到这里 把边中再次挖出来 问题不就解决了 随即领着杨大爷来到墓址上方 再次等候多时的露露 把边中交给杨大爷 拿出绳子系在杨大爷身上 把杨大爷下放到了墓里 随后卡住绳子 让杨大爷主动解开身上的绳子 接着杨大爷就如之前梦中梦到的一样 被黄土掩埋了 直到第三天 杨大妈才把杨秀叫回来 坦白杨大爷失踪的是 把炕上找到的汇款单拿了出来 看到汇款单 杨秀意识到可能出大事了 于是找到秦队长说明情况 通过杨大爷近期的行为 以及那张银行汇款单 怀疑杨大爷可能被文物贩子杀人灭口了 随即决定对传递信息的废品收购站 老板贾川进行抓捕 经过审问 从贾川口中得到了穿山甲的画像 碰巧的是 穿山甲居然是秦队长儿子秦小和的牌友 从秦队长包里拿零花钱的秦小和 看到包里画像的第一眼 就认出了画像上的人是穿山甲 秦小和不但没有告诉老爹认识画像上的人 还顺带着把消息透露给了穿山甲 收到消息的穿山甲 第一时间找到老宋商量对策 老宋此时还不知道杨大爷被杀的事 琢磨着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随后让天柜拿点票子给穿山甲 让他到外面避避风头 穿山甲上一秒还不情不愿 下一秒就搂着女人坐到了戏台子下面 而戏台外围的老娇等人正在监视着穿山甲 只顾看戏的穿山甲丝毫没有发觉自己被监视了 就在二人看完戏 坐着乡村八市回家的路上 路过一条大河 乡村八市陷进去了 众人只能下来推车过河 尿急的穿山甲跑到旁边放水 无意间瞥见一块石碑 按照穿山甲的盗墓经验 石碑下面十有八九是古墓 随即用杂草将石碑掩盖 将消息汇报给二哥雪天柜 天柜把消息告诉老宋 老宋先是责怪穿山甲乱跑 随后拿出力书选了个一栋土的日子 准备实施盗墓活动 而秦队长此时正坐在警局里 听着苗霞和老娇汇报工作 原来穿山甲发现的古墓 其实是警方下的套 准备将穿山甲等人一网打尽 就在老宋行动的当晚 警局里的两辆警车也开了出去 秦队长这边刚出发 警局门口卖香烟的小贩 就掏出手机把消息 传给了正在路上的天柜 老宋犹豫了一回 终究还是取消了行动 秦队长带队在古墓附近守了一夜 直到天亮 最后也只能无功而返 逃过一劫的老宋 为了验证自己的猜想 让穿山甲把古墓的消息 透露给方国权的青龙公司 国权当晚就带着手下前去挖墓 结果差点被赶来的秦队长抓住 古墓底下两个小弟没地方跑 只能被警方逮捕 我在我们公司呀 就是个小角色 小角色就是在墓里干活 这个接受审问的男人 是盗墓团伙青龙公司的员工 此刻他正在向警方坦白 无意中说出边中墓是玄武公司犯下的 就这样 穿山甲所在的盗墓团伙终于浮出了水面 随即秦队长决定通过穿山甲这条线 获取玄武公司其他头目的信息 同时也对方国权的青龙公司进行调查 此时的国权正在酒吧寻找穿山甲 为古墓一事讨个说法 吧台服务员收下红色钞票 告诉了国权穿山甲的信息 随后国权带着小弟来到穿山甲 乡好唐颜所在的发廊 准备对唐颜上手段 逼问出穿山甲的下落 恰好露露正在店里洗头 发现情况不对溜了出去 发廊里的同事为了保护唐颜 把露露推给了国权 国权急忙带着小弟追上露露 露露没嘴硬几句 就交代了穿山甲的下落 紧接着穿山甲就落到了国权的手里 国权对着穿山甲耍了会嘴皮 就让小弟把穿山甲的吃饭家伙多了 看着切割机上乌黑的齿轮 穿山甲正要说出实情 救星老宋来了 甩了穿山甲一巴掌 责怪穿山甲吃力爬外 接着跟国权耍起嘴皮子 正当老宋要把穿山甲带走的时候 国权提起了边中的事 要求老宋拿边中换人 天柜和露露剑时机成熟 掏出了怀里的枪 国权再一次败在老宋手里 江友 我跟你说正经事呢 你到底知道不知道杨乖娃的事 哎呀村长 你干啥光问我呢 你见过他挖出那个边中 我不问你问谁去 我见过又咋 谁知道他后来又放到啥地方了 现在人都不见了 谁还敢说瞎话 村长正在向村民打听杨乖娃的情况 下一秒 杨乖娃的尸体就被挖了出来 怀里还抱着一只边中 随后尸体旁边围满了吃瓜的群众 经过法医鉴定 杨乖娃应该是古墓发生倒塌 闷死在墓里 秦队长分析杨乖娃 是想通过边中再出土的方式 把边中上礁 不料发生了意外 闷死在墓里 随后 为了验证自己的分析 秦队长让费青教授帮忙鉴定边中的真假 费教授手动检验边中没有发现问题 接着提出还要带回去化验 才能给出结论 经过化验 最终确定边中是个验品 于是杨乖娃死于他方这个结论 被推翻了 秦队长分析 杨乖娃应该是属于他杀 罪犯企图通过上交甲边中的方式 让警方了结边中幕这个案子 跟局长汇报完工作 秦队长带着苗霞来到文物纺织工厂 查找甲边中的线索 在厂长的介绍下 两人再次辗转 来到退休职工或是附驾 秦队长假装成客户 来找或师傅做货 或师傅拿出做过的纺织文物相册 让秦队长参考 秦队长在相册里找到甲边中的照片 于是表明了来意 吴奈霍师傅并不认识买家 只能把买家的大概样貌 描述给秦队长 在没有任何其他线索的条件下 秦队长决定借助媒体的力量 把甲边中的事登上新闻报纸 让犯罪分子被无形的压力笼罩 从而迫使犯罪分子有所行动 失魂落魄的杨秀 正漫无目的地走着 心里想着那个为他一致千金的男人 突然一个刹车声打断了杨秀的思路 抬头一看 车上下来的人居然是心里想的那个男人 几句简单的问候 两人坐到了茶馆里 诉说着各自心中的不愉快 听到杨秀的家境不是很好 老宋就把他介绍到天贵的酒店做兼职 当老宋在报纸上看到杨乖娃的死讯 给老宋端茶过来的杨秀 告诉老宋 杨乖娃是他的父亲 老宋掩盖住内心的不安 安慰了杨秀几句 随后来到天贵办公室 责问天贵不该闹出人命 并告诉天贵杨秀就是杨乖娃的女儿 让天贵找借口把杨秀辞退 接着把郑东海约到了图书馆 商量出手编中的事 二人打算联手作举 用相似的编中把秦安平调到香港 再跟香港来的文物贩子裴大洋 进行编中交易 不料警方早已察觉这是个阴谋 坐飞机去香港的是其他人 秦安平一直待在局长办公室 直到飞机起飞 而对杨秀心怀愧疚的老宋 在天贵即将辞退杨秀的时候 打电话让天贵留下杨秀 直言他们已经给杨秀的家庭 带来了不幸 不能再让他们雪上加霜了 就这样杨秀留在了酒店工作 也为后面杨秀参与文物犯罪 埋下了火根 什么那么废话 说 想来的你抓点 我不能说 想不想让我在你腿上戳一个半言型的窟窿啊 啊 我 我做 我做 做 你来 我还不想 你来帮我客气 这个男人是香港来的文物贩子裴大阳 应郑东海的邀约 来北原市进行文物交易 不料 郑东海已经被警方盯上 于是老宋决定抛弃郑东海 独自跟裴大阳进行交易 随即安排穿山甲跟撸撸绑架了郑东海的手下 逼问出裴大阳的下落 与此同时 秦安平也得到了裴大阳的下落 抢先老宋一步到达裴大阳居住的客栈 就在老宋准备放弃的时候 接到了同门师兄弟何进宝的电话 原来何进宝抢在秦安平前面 带走了裴大阳 随后三人坐在一起 商讨文物交易的事 毕竟老宋二人越过郑东海 直接找裴大阳进行交易 坏了道上的规矩 最终在金钱的诱惑下 三人决定联手走私文物 为了能让裴大阳从警方的监控下带走文物 天贵让穿衫甲带着秦小和进行文物走私活动 再用相机把秦小和的犯罪过程记录下来 最后打电话告诉秦安平 秦小和犯罪的是 要挟秦安平让出一条道 方便裴大阳走私 秦安平急忙回到家里 果然在儿子秦小和房里搜出了文物 随后秦安平坐在客厅陷入了沉思 此时秦小和恰好回到家 看着一脸严肃的父亲 似乎预感到了什么 走进房间翻找那件 秦小和以为是假文物的真文物 坐在客厅的秦安平 多么希望儿子秦小和能够主动坦白 最后秦安平还是没有主动开口询问 由着秦小和出门去了 就在秦小和出门不久 秦安平接到了一个陌生来电 极力否认儿子倒卖文物的秦安平 挂断陌生来电 颓然地坐在椅子上 突然屋外响起了敲门声 随后秦安平在大门外拿到一张光碟 里面记录的赫然是秦小和的犯罪记录 刚看完文物贩子寄过来的光碟 电话铃声又响了起来 都看见了吧 从光碟上看 你儿子脚上的泥在哪不是厚 都按照那件文物的架子上来看 怕他个两三年一点问题都没有 薛天贵把秦小和拉下水 其目的就是为了让秦安平让出一条道路 方便陪大阳走私文物 让薛天贵没想到的是 秦安平表面让道 实际上是虚晃一枪 拦下了即将上火车的陪大阳 不曾想 道高一尺 魔高一丈 陪大阳并没有携带文物 最终因为没有证据 只能眼睁睁看着陪大阳离去 意识到自己被耍的老宋 当即决定把光盘复刻两份 一份交给秦安平所在街道派出所 另一份直接送到公安局局长办公室 随后老宋又带着媳妇 来到秦小和家劝秦安平大事化小 把文物上交 秦小和参与的是一笔划过 顺带着把秦老爷子也叫了过来 试图说动秦安平 对儿子秦小和网开一面 不料 秦安平已经把情况做了汇报 让苗霞把文物跟秦小和一起带走了 老宋也为边中墓的缘故 得罪了同门师兄弟 只能请师父兼舅舅出面调解 师父李光轩指着那支编钟 给兄弟三人讲了一个故事 民国的时候 南陵白家庄出了四兄弟 靠着盗墓这一行 盖房娶媳妇 传闻他们哥四个 从未起过争执 随即告诫三人道 李光轩意在敲打三人 要以和为贵 而白家庄四兄弟最终还是因为利益 惨死在墓中 李光轩不希望三人不白家庄四兄弟的后尘 决定把边中带走 断绝师兄弟三人的念想 于是编中的问题 在李光轩的调解下 暂时解决了 舅舅李光轩在回去的路上告诫老宋 不要在干部河道上规矩的事 以免在江湖上留下骂名 画面来到秦小和这边 此时他正在接受审讯 苗霞拿出穿衫甲的画像 询问秦小和是不是这个人带着文物找的你 秦小和认出画像上的人是穿衫甲 但心底里对父亲秦安平的抵触 还是让他不为所动 就在审讯陷入僵局的时候 秦安平走进了审讯室 希望自己的苦口婆心 能够说动秦小和 让他指认文物贩子 最终还是功亏一会 而秦小和的大妈周群英 一直在为秦小和的事情奔走 在跟秦安平通气之后 来到上司苗局长办公室说情 意在大事画小小事画五 接着在薛天贵的引戒下 向著名律师咨询意见 让周群英没想到的是 薛天贵就是他憎恨的文物贩子 就这样 周群英为秦小和案件奔走的是 被薛天贵告知媒体并公主于众 最终导致秦小和 郎当入狱 不认识 不认识 你给我看清楚 你敢说你不认识 他在哪 他是干啥的 我不知道 秦安平也为儿子秦小和入狱的事 对文物贩子展开了疯狂的抱负 短短几天时间 带队捣毁多个文物交易团伙 但始终没有得到穿山甲 和玄武公司的消息 反观玄武公司老纵这边 也觉得秦安平疯了 他疯了 可咱们受了多大的损失 探幕的邱娃进去了 马建设的兄弟二炮手 东阳也进去了 咱们那些长工 再进去的可就更多 于是老宋想着搞点事情 回击一下秦安平这段时间的抱负 我想再动一下杨勋木 大哥 他已经被文物部门看管起来 已经开始接待游客了 那里面的东西 就成了馆藏文物给你们带了 我们可以破一次力吗 东西弄多弄少无所谓 关键是要秦安平的好看 现在老宋心里想的 已经不是搞钱 而是怎么报复秦安平 让他在文贞队领导面前 失去信任 说干就干 随即叫上得力干将 陆炉和川山甲准备洗劫 已经成为景点的杨勋木 就在此时 天柜街道蹲守杨勋木小弟的来电 大哥 杨勋木上有便衣啊 会不会是咱们的行动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秦安平派人守墓去了 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情况 老宋决定让川山甲单独行动 让川山甲跟随旅游团 混入杨勋木躲起来 等到晚上再动手把文物带出来 神不知鬼不觉地把事情干了 就这样 秦安平也为杨勋木失职 再加上儿子秦小和参与文物犯罪的事 失去了文贞队大队长的职位 就在昨晚 杨秀跟老宋闲聊的时候 杨秀向老宋提出了疑问 我怎么觉得徐老板只是个挂名的 而宋老板您才是这儿的经理啊 不得不说 杨秀的智商还是可以的 先是猜到酒店幕后老板是老宋 接着通过酒店盈利亏损情况 分析出老宋跟天柜 肯定还有另外的经济来源 他的目的是想 参与到另一门生意当中 于是就有了开头的一幕 老宋带着秘书杨秀 来跟刘姐进行文物交易 等到夜深 二人在一番思想斗争中解放了自我 完成了灵魂上的救赎 二人经过交流后 再次看向对方 皆是寒情默默 想及了热恋的小情侣 也正因为那天晚上的交流 在酒店出事 需要天柜出面的时候 杨秀直接进入了天柜的办公室 随即发现了老宋的另一门生意 盗墓行业 等到杨秀从密室出来 老宋已经在上面等候多时 并亲口告诉杨秀 他们的真实身份是什么 你不是一直想知道我们的秘密吗 你的猜测没错 这座酒店 只是一种掩护一个据点 拔掘和买卖文物 才是我们真正的生意 听到老宋的话 杨秀愣住了 随即质问老宋 杨乖娃的死跟他有没有关系 老宋否认了 找了个借口圆了过去 并发表了一系列不正当的自由言论 显然 注意看 杨秀家里正在盖房子 那个年代盖房 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杨秀正纳闷自己家里一穷二百 怎么突然盖上房子了 细问才知道 原来是老宋以杨秀老板的名义 给家里寄了一笔钱 想到学校教务处 催自己缴纳学费的态度 想到自己找酒吧经理借钱的 第三下四 杨秀的思想正在发生变化 回到学校以后 他再次联系了老宋 这两天我想了很多 就算我按部就班的把书念完 又能怎么样 回到原籍 当一名招书将 结婚生子慢慢变老 人生毫无精彩可言 对于杨秀性格的转变 老宋一时间无法接受 接着就把杨秀改下车了 而此时的天柜 对杨秀入伙的事 却是有着不一样的看法 最终老宋还是同意了杨秀入伙 让杨秀想办法接近学校历史系教授费青 原来费青不仅是大学教授 还是北原市考古队的顾问 接近的目的不言而喻 自然是费青手中古墓的消息 而此时的文贞队 还在查找杨秀墓丢失的文物 抓了几个文物团伙 依旧没有杨秀墓文物的下落 新上任的队长也对此案束手无措 被免职的秦安平更是自暴自弃 不仅在河边拉起了二胡 还被一伙路过的流氓揍了一顿 好在苗霞及时赶到 救下了秦安平 别看了 那是个假货 有啥情况 这都说你下来了 还问这干嘛 南原县新家庄 有一个叫西茂申的人 得了样东西 正在找买主 你知道咱是搞假的 一般不搞真货 秦安平在河边拉二胡被打后 经过苗霞苦口婆心的劝解 第二天就振作起来 开始查找坑害儿子秦小和的文物贩子 他不知道的是 昨晚打他的那些个流氓 又被老宋叫人打了回去 从卖假文物的小摊贩手里 拿到消息的秦安平 拒绝了老焦和苗霞的帮忙 独自前往南原县查找线索 秦安平孤身一人 来到准备出售文物的新茂申家里 三言两语就获取了新茂申的信任 没想到杨极光突然冒了出来 原来杨极光也盯上了新茂申手中的文物 随后要求秦安平拿出实力 看到秦安平公文包里的两万块现金 杨极光当即认定他不是买家 秦安平连忙解释 钱都在银行卡里 于是一行人马上出门取钱 秦安平出门前借口上厕所 联系嫂子周群英 让他往自己银行卡里转十万块钱 周群英连忙找到天贵帮忙 天贵借口查账把消息告诉老宋 老宋分析周群英大概率是把钱借给秦安平 杨极光等人看到秦安平卡里的钱 随即回到新茂申家 拿出文物进行交易 不料这部剧里的杨极光智商在线 先用假文物测试秦安平的水准 秦安平时破假文物后 假意起身离去 杨极光在劝阻时 无意中摸到了秦安平腰里的枪 胆大如天的杨极光不仅不害怕 还升起了杀心 于是就对秦安平下了黑手 好巧不巧 老娇和苗霞听从剧组的安排 及时赶到 救下了秦安平 这个叫刘姐的女人 是洛阳有名的文物贩子 来北园 一是找老宋许久 二是收购新茂生手中那件文物 令刘姐没想到的是 新茂生一伙人早就落网了 在秦安平的建议下 让杨极光和新茂生戴罪立功 配合警方抓捕刘姐 于是警方给刘姐上 哑了一场猫捉老鼠的戏 在刘姐的安排下 杨极光和新茂生 往返了几个交易地点 最后在一家宾馆进行交易 结果不言而喻 刘姐的手下悉数落网 而刘姐本人在警方收网的时候 被赶来的杨绣就走了 而杨绣也因为迷恋老宋 彻底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随着时间的推移 杨绣越发觉得自己 跟老宋的关系不明不白 于是跟老宋争吵起来 最后还是老宋使出超能力 给杨绣租了一套房子 这才稳住了杨绣 二人这才和好如初 接着老宋让杨绣接近费青 获取费青手中 武德皇后墓的消息 进行文物盗取活动 杨绣勤奋学习的态度 不仅获得了费青的青睐 也让考古系的 潘超怦然心动 作为本剧第一舔狗 潘超最后也因为杨绣犯了纪律 在穿山甲和陆炉的助攻下 杨绣如愿以偿地接近了费青媳妇 并在费青家坐下了保姆 为盗取武德皇后墓信息打下了基础 此时的秦小和还在监狱服刑 他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 刚跟父亲秦安平通完电话 秦小和就被监狱的犯人捅了一刀 也正是这次伤害秦小和得到了保外的机会 不曾想刚出来的秦小和又被穿山甲盯上 我也不想再给我爸看麻烦 你本身就是你爸的麻烦 你混出人模人样 你爸才不担心 你现在有人模有人样 在穿山甲的忽悠下 秦小和又萌生了出人头地的想法 于是跟着穿山甲 走上了挖掘古墓的犯罪道路 穿山甲带着秦小和伪装成地质队 找到一个看果园的大爷 旁敲侧击打探着古墓的消息 碰巧的是大爷果园里的某处地方 符合古墓出现的条件 穿山甲当即忽悠大爷 说是底下可能有矿卖 让大爷保守秘密 误以为自己要发财的大爷 笑嘻嘻地离开了 留下众人在此探测古墓 在碌碌的一顿操作下 地底的五花夯土被取了上来 这就证明此处确实有古墓 而穿山甲也没闲着 向秦小和介绍挖掘古墓的原理 目的就是让秦小和参与古墓挖掘 以此来牵制秦安平 以便更好地从事文物犯罪活动 穿山甲带着秦小和正在盗掘古墓 之所以让新人秦小和上手 是为了限制秦安平 对洛阳刘姐的抓捕 从而阻断秦安平 对玄武公司的追查 上次刘姐来北原市收文物 已经流露出金盆洗手的想法 秦安平想让刘姐配合警方 协助抓捕老宋等人 天贵以秦小和为要挟 打电话逼迫秦安平 放弃刘姐这条件 为了儿子秦小和 秦安平妥协了 这举动也引起了苗霞的不满 追问秦安平到底发生了什么 而秦小和的盗墓活动还在继续 随着盗洞的炸开 果园大爷意识到了不对劲 跟穿山甲理论起来 我们干什么你也别管 反正不会让你吃亏 对不对 在金钱的诱惑下 普世无华的果园大爷 还是收下了川山甲递过来的钞票 不料第二天一早 果园大爷觉得自己要少了 把三千块钱退给川山甲 递底下的东西他要分一半 这种行为引起了露露的强烈不满 而秦安平此刻也在交际的寻找秦小和 对苗霞提出的质疑不闻不问 直到接到天柜的电话 来到大爷的果园 询问大爷大妈具体情况 确定儿子秦小和参与古墓盗绝后 把正在游戏厅打游戏的秦小和 带回家去了 费老师 您搜集的文物还真不少呢 除了几件三级文物 其他的都是复制品 别动 杨小和 这里面的东西 以后你不要懂 哦 我知道了 杨秀此刻正在费青教授家里 趁私下无人 他打开了费青的电脑 查找着武德皇后古墓的线索 不料费青突然回来了 于是杨秀急忙关掉电脑 假装在房间擦拭柜子 当他拿起柜子里的一件 提量有的复制品时 费青的反常让他预感到了不对劲 杨秀把这一情况告诉老宋 老宋根据费青的行为 分析出柜子里的提量有可能是真的 第二天老宋假装成收废品的贩子 来到费青家鉴定提量有的真假 杨秀领着老宋来到书房 拿出那件提量有用打火机烘烤上面的铜锈 提量有上的铜锈瞬间变成了粉末 而复制品上的铜锈经过灼烧会凝结成块状 所以费青这件提量有是真文物 就这样费青的把柄被老宋抓到了 而费青手中武德皇后墓的信息 也被杨秀套出电脑文件密码 打印复制出来了 拿到消息的老宋 按照费青文件里划定的古墓区域 四处打动寻找那迷人的五花夯土 可惜古墓的区域过大 忙活一整天也没找到 老宋等人见远方有处寺庙 于是寻了过去打算在庙中过夜 让老宋意外的是 苦苦寻找的武德皇后古墓 就在这座寺庙底下